小二郎 你家一种运气 你就是高脑还是圆的 中文心怀左脚还是右脚 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呆呆的 但是玩久了会拉近你的智商 赶紧把这些科学家公认 钻炼大脑的方法放给他 真的可以变聪明哦 研究表明 每天听十分钟莫扎特的钢琴曲 第四四八 智商会提高8到9个百分点 空间推理能力和记忆力也会提高 纯净明亮的曲子 能激发大脑的认知水平 这种现象叫莫扎特效应 还可以看字说颜色 不说出这些字念什么 速度要快 黄色蓝色白色 早晚各一遍 不仅能预防老年痴呆 还能让你的大脑更加灵活 运动加高强度脑力工作 也可以提高至上 经过有氧运动后 大脑会找出新的神经元 但它们要持续的高强度的脑力劳动 才能被激发 怪不得在学校保安部 总会做数学题 这些方法都可以帮你激活大脑 为什么不点赞 今天起 你就是我们的孩子了 小朋友 能帮我们拍两张照片吗 好啊 我的手机快没电了 要你的帮我们照吧 谢谢你小朋友 我家里 你发给我吧 小朋友 你长得真可爱 我们一起拍一张呀 不用了 走吧 我们回家 放开我 你们干嘛呢 我们是他爸妈 不信你看 我们刚才还在一起照相呢 我不认识他们 又不听话了是吧 大哥你看 我刚才还给他发消息呢 小孩子就是任性 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又是拐卖小孩的呢 从今天提起 我们就是你爸妈 跟我们走 跟我们走 你什么时候包的紧 路上那么多人 你们偏偏找我这个小孩求助 他的手机没电了 可你的手机是满电的 且还要用我的手机拍照 目的就是为了加上我 制作假消息 而我给你们拍照时 按的是录像 你们所有对话 我都录了下来 并用短信报了警 你给我等着 刚才的照片 给你俯上了 还没结束期末考试的学生们 有福了 看完这条视频 我保证你能顺利通关 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 考试短期突击法 内容全是干货 赶紧点赞收藏 上了这么多年学 不愧还有人不知道 学校官网可以找到期末卷子吧 还有标准答案哦 但不是每个学校都有 记下来以后肯定用得上 首先在学校官网点行政机构 再点教务处 看到下载关注后 选择教务管理 里面就有近几年的电子试卷和答案 每年的试骑 不会做太大改动 多做几遍 保证你期末肯定不会挂课 还可以把睡前一小时用来背书 第二天高醒来 获得45分钟 睡记忆的黄金期 立刻背诵睡前记忆的那些内容 你会发现 或是复觉中 你已经记在心中 顺便分享一个 很火的学习小技巧 你只需在睡觉时 将课本准在头下 根据渗透原理 因为一晚上的时间 课本会从浓度高的书本里 渗透到浓度机的脑子里 只要你一觉醒来 就会感觉大脑变出盈了 好多知识啊 胡侯阳要找脑子了 糟了 千万不能被发现 不要的 别努力了 我不信这样 你还能找到我 你的信息 早就被我知道了 如果坏人在路边 捡到你被丢弃的快递盒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虽然你的收件人 点的不是真实姓名 地址是代收点 但重点 却是这枚显示 完全的手机号 给他转了一分钱 就能知道真实姓名 各社交平台 都能看到他的头像 凡凡个人简介 我简直比你的家人 还了解你 知道这些有什么用 我不信 你能凭这些把我挥偶走 你的18位身份证号 我已经得到了15位 赶紧拖掉快递盒上的信息 最好的办法 是我们打火机口黑 还要小心 拿错快递的陷阱哦 请问你是小儿兰吗 不好意思啊 我拿错了你的快递 我现在给你送过来 你下来拿吧 收弄完了 你放快就站吧 我已经到你楼下等你了 明天我就没时间过来了 可别到时候弄丢了 怪我 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准备行动 那你先够了 不对 他怎么知道我的具体地址 小朋友 快递还没还你呢 糟了 有人啊 救救我 谁能拉我一下 快疙瘩的烦恼谁懂啊 长大L可拿和别人打同一把伞 还是我来吧 每次提减量身高都是动作动量的时刻 连时到大叔也很心疼我 你不是最好饭 我给你多重吧 准站着呢 公认的最有效长高动作来了 快速长高10厘米 一定能发现通过后跳的锻炼是可以让你的身高获得二次突破的 赶紧偷偷学起来 波笔跳加强核心力量还能有效长高 攀河跳不几能长高还能增强心肺功能 伸展跳有效刺激全身骨折的增长 勾小跳增强身体稳定性 如果出现以下三个征兆说明比例变更复远了 一 偷睡 睡眠是长高的关键 晚上分离的生长速是百天的五到七倍 经常感觉睡不醒的人都有机会长高 二 能吃 明明刚吃过饭 怎么又饿了 甚至半夜会被饿醒 这说明比身体吸收营养的速度很快 可能正在为长高做准备 三 睡觉时没到楼梯踩空 忽然抽搐 劈腿 这是因为在睡眠时 脑椎体分离大量的生长激素 送进骨骼的生长 总总 为什么不点赞 难吃死了 我要吃进口牛排 海鲜 营量 我只用进口的产品 那你别站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啊 你脚下这片热骨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 拥有世界第一公务里程 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小麦水稻生产国 世界第一大蔬菜生产国 你现在全身上下都是中国制造 你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 是无数先贝们有生命换来的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也许并不知道 几块钱一袋的白糖 粪土里长出的豆芽 红块的土豆曾经也是奢侈品 抗美援朝时期物资区乏 战士们小树皮 铸鞋垫 只能看白糖维持一切的能量 同志们 撤 他们在冰雪地里吞土豆冲击 南朝天气将土豆冻得僵硬 挑起鸟甚至要突然的喷牙齿 为了帮助饥饿 他们还会吃同粪堆里长出来的豆芽 革命上位成功 同志仰心努力 黑虎上的战场上 战士们独手挖战航 手指空的鲜血直流 作战一天的战士们没吃没喝 就为盘着食子枉梅止渴 这石头能吃吗 这个石头放到嘴里 就会有口水 这样就不饿了 幸好我生在这个和平的年代 什么都可以吃 什么都可以玩 何其有幸 生于华夏 生于盛世 生日快乐 我的祖国 完了 活不过天天了 小朋友 你的作业被买在底下做不了了 还有这种好事 我不行了 这个彩票中了五百万 送你了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幸运的人吗 当然哟 我就是 克罗地亚有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他叫弗拉诺 七次遭遇意外 每一次都与此人叉加而过 却又都奇迹般死亡 人形中的外星 第一次意外是解除 被刺激结束 刷上十七名乘客落水溺亡 只有他死里逃生 在冰冷的河水中 挣扎着游上岸 并全身于伤 手臂骨折了 第二次遭遇空弹 飞行时 他们突然打开 本机坠回 十九名乘客全员遇难 并考虑他力气流甩飞 落入炒舵 只受天杀 第三次 打把命令人戳去其中 他毫无法无损 从何理由处 只要命运没有放过他 汽车居然放电自然了 他在油箱爆炸的前一杯烧车 我还不信了 再买一辆 第二辆车也自然了 还好这是烧掉点头发 这已经是第五次惊险遭遇了 呀吼 我现在该不信出 确诊了 老振到 第六次了 第七次 他踏然接受命运 继续开车在沙漏上行驶 然而突然太紧 车头一直想开始来 车子却刹车失灵 冲进悬崖 并且落在旁边一棵树上 私立逃生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这人怎么这么难搞 哎 买个彩票弯弯吧 这么六十万英镑 约等约五百万人民币 哦 金钱买不到幸福 这些豪财和钱都送你们吧 我要过简朴的生活 你说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啊 啊 你为什么不点赞 为了逼我拿出来吗 自己太后 口中无凭 你不会见人吧 什么 市场真的有过威 口味居然是1908年成立的 这一年是清朝光许34年 也是爱心觉罗普仪 敬畏的那年 哟 你这鞋不错呀 哼 这是经典款 1917年就已了 1920年左右定型 我和清朝人有同款鞋 啊 这壳子是挺好喝的 走 玩玩任天堂的游戏选 知道你是不是清朝啊 下次拍到我野青宫戏窗外 别再说我三邦了 看似是功课乱 但有真实发生的事 还有哪些 苏美林运用过快乐大本营 物理学家杨振宁和爱因斯坦士同学 埃及人建造金色卡的时候 猛马像还没有灭绝 霍金去世前发到最后一条微博 是在回应王俊凯的提问 2006年去世的乌龟汉里特 亲眼见过达尔文 你先走吧 我还得比你多活一百多年啊 小学课本上珍珠鸟和挑战工的作者洪记财 不仅建赛 而且还有抖音 冯老师 珍珍珠鸟这篇文章到底表达了您什么思想感情啊 张学良用收音机听过周杰伦的歌 情形收购你 你为什么不点赞